悉尼机场8.75澳元一股的价格是否划算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部分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聊 即将或者说是现在第三次被提出要收购的股票 悉尼机场 我们知道在今年的7月份 悉尼机场是被澳洲当地的财团 以每股8.25的价格提出 将会以100%全资收购 但是在当时悉尼机场的董事会 是给予了明确的拒绝 那么根据当时董事会给出的理由说到 这个股价明显是低于了悉尼机场的实际价格 在2019年11月份 也就是疫情爆发之前 当时悉尼机场的市场成交价格 大约是在9.30 也就是9块3毛钱左右 因此这个8.25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 他们给予了无情的拒绝 但是收购方并没有就此罢休 在8月16号的时候 他们修改了收购的意向报告 把收购价从8.25提高到了8.45澳元 但是在当时的话 悉尼机场董事会依然给予了拒绝 那么在本周一 也就是第三次收购方再次修改价格 把价格从8.45提高到了8.75澳元 虽然看上去只有短短0.3澳元的增幅 但是这一次 悉尼机场董事会的态度截然不同 他们虽然说没有明确说到 给予这个8.75澳元100%的支持 但是在他们给予股东的公开信中说到 如果在没有更好的选择情况之下 他们会建议股东支持这一方案 换句话说 如果在最后的禁调完成之后 没有收到其他高于8.75的价格的话 他们会希望股东能够支持现在的收购方案 那么为什么短短两个月时间 悉尼机场的董事会 原先是希望要以9.30或者以上的价格收购 现在却愿意以8.75来卖出去 这个我们就不得不看一下 在过去两个月到底在悉尼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机场 它主要的估值是来自于它的货物吞吐量 和人员的流动量 也就是航班起落数目 毫无疑问的是 在目前疫情大流行的时候 这个不论是货物还是人 它的数字都非常的少 那么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也就是当时这一波悉尼疫情爆发的初期 大家都认为 悉尼之后是完全有能力 把这波疫情给压下去 当时的病例数也远没有现在这么夸张 应该说是每天爆发数字 是在50人左右甚至于以下 所以在当时没有人会觉得 这最后的一次爆发疫情 会导致现在1500一天的数字 所以悉尼机场董事会也觉得 疫情压制住之后 悉尼机场很快就能恢复到 今年三四月份的繁忙景象 也就是国内旅游这个数字 回到疫情之前的85% 但是我们都知道 情况并不如人所愿 在过去的两个月 悉尼和墨尔本的疫情并没有压制住 这个新增病例数 从30、50、100、500、1000 到现在悉尼的1500一天 毫无疑问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 在今年年底圣诞节之前 澳洲国内旅游 基本上是泡汤了 暂且不用说是悉尼本地出行 或者是出发或者是着落 就算是其他州飞往悉尼的 或者是墨尔本和悉尼之间的 像这些主要城市之间的国内旅游 在今年年底之前都没系 即便是到时候达到了 80%的疫苗接种率目标 我们很有理由认为 那也将会是少数人 有限的乘坐飞机国内旅游 再加上现在国际上的疫情情况 也非常的严峻 即便是像以色列和新加坡 这样高接种率的国家 之后呢 疫情突破 以及新增的病例数 也是非常让人担心 这就使得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 大家估计的 对于悉尼机场吞吐量 客户运输量的美好未来 要大大折扣 所以在今天 悉尼每天新增病例 在1400到1500之间 悉尼机场的董事会 不得不重新对于其估值 做出调整 换句话说 他们明确建议到 在没有更高出价的情况下 8.75的价格已经很不错了 那么对于未来 悉尼机场到底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我们知道 悉尼机场坐落在悉尼 几乎是市中心的位置 光是其下面那块地皮 就价值连城 但是悉尼机场未来的价值 取决于一 澳洲国内疫情控制的程度 和二 对于国际游客开放程度 什么时候开 开多少 对哪些国家开 这个区别将会决定于 来澳洲游客数的多少 以及悉尼机场实际上的 货物吞吐量和人员流动量的多少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GoMarkets热门话题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s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